哈喽,各位好,我是艾伦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健康又美味的意大利烩饭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食材 把洋葱切碎,西芹和蘑菇切成丁备用 我们先来炒蘑菇 加一点盐和胡椒稍稍调一下味道 蘑菇炒熟以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炒洋葱和西芹 把大蒜也加入去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压蒜器 没想到这么紧 这个把手开口太大了 一个手还捏不动 洋葱和西芹炒香之后呢 我们加入意大利risotto大米 用寿司米也可以 稍稍翻炒一下 等大米表面有一点点变色了 我们加入一点白葡萄酒继续翻炒 等白葡萄酒基本上收干了 我们就开始加鸡汤 鸡汤一次的量也可以不用加太多 转成小火继续慢慢翻炒 等鸡汤收干之后 继续加鸡汤 然后继续翻炒 这个过程比较花费时间 需要不停地翻炒 不用翻炒太快 但是也不要停下来 防止它粘锅 加了五六次鸡汤之后 米饭就差不多熟了 但是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尝一下 我喜欢中间有一点点加生的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全熟的 尝过之后 正好可以检查一下米饭的味道 如果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一点黏胡椒 然后放入几块黄油 擦上大量的帕马森芝士 搅拌均匀 最后我们把之前炒的蘑菇 加进去 和匀 就可以出锅了 我把汤炸放进去 这一点炒的滑 超级红色 我们够的城市 IDEOLU 炒成 您可以滑 中间 炒 这两个 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